科技公司之外呢也包括饮食业 所以今年大多呢就是由于印尼的协调统筹 和协调部的邀请 所以展示了印尼的科技和发展 恰好今年的主题呢我们通过虚拟现实来展示如何学习英文 所以今年其实除了我们之外 印尼投资协调也带出了印尼特色的咖啡和饮食特产 吸引了不少海内外人士的参与 好的那我想再请问你 就是你们这一次参与这一次的论坛 你自己个人来讲有哪些收获呢 因为参与本次会除了被受邀之外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许多的话题 里面呢都与这些就是科技 也离不开人 培训的一个大的目标 对于职业技能也不断扩大的需求量 所以这职业技能的需求 只包括60万人数 每年呢根据印尼信息统筹部 我也不喜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